時間來 市長你走訪了大街小巷 非常用心的問政 也在提升我們的市民 首先個人要向您 請教的一個議題 就是有關於 中立第三市場 中立第三市場 最近 內地地區 在這個市場的周邊 都有百元的尾超 流入市面 那個現在 執行情景怎麼樣 尾超 跟張議員報告 昨天我們也有取締到一位富人 他使用尾超 那另外前幾天也有說 前陣子有人使用尾超 我們中立分局 已經積極在查期當中 那這個市場的周邊的環境 怎麼樣 周邊環境 如果有違規停車 我們會加強的勸導問題 我沒有講違規停車 那裡有違規停車 大家都排得很好啊 這個市場裡面 有沒有市場那個局長 您講的市場是成功市場嗎 還是成功市場 那叫成功市場 不是啊 在新華街跟成功路一帶裡面還有一個市場 現在由交給內立立代委管理的 這個叫什麼市場 成功路的 對啊 一般的代號就是成功路 它不是真正的市場 那是那個不是市場的地啊 不是啦 在我們的菜市場裡面還有一個市場 你不知道 我們菜市場裡面的市場 對啊 那就是那個 你確定有來過嗎 沒有啦 你說成功路 那裡的國學外面那裡市場 那不是 它是自然形成的 它不是公平設定的市場 你要做過市場 市場裡面有一個第四市場 哦 那裡 那麼現在交給內立立代代管 時不時又屬於社會局管的 那個市場也整修過 沒有人在營業 那這整個周邊現在的環境 你們自己去看看 你們自己去了解一下 整個環繞著學校上千的周邊 所以我也會講過 學生上課啊 作文都寫什麼你知道嗎 青菜三斤一百 內衣服水果三斤一百 那這個你們要去了解一下 把這個周邊的環境 如何好好的整頓 有沒有道理 然後呢 所以說有市場不去營業 第三市場 荒惠在那裡 已經 三十年有了 這個跟第一市場 你們現在要改建的第一市場一樣 第一市場同時改建 現在第一市場又要拆掉重簽 從從從從從從從新建哦 那麼第三市場這裡一邊面臨著 面臨著中華路旁邊就是 那裡排出所這一邊就是文化路 這整個荒鎮的這麼美好的一塊土地 被盜賣掉 你們給我回答的公文現在已經變成為一個停車場 請聽說變停車場 因為我一直執行 執行的N年了好多年了 講了之後現在做批尾臨時停車場 請問交通機機長 他說這是已經停車場用地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停車場用地啦 這個 不好意思 那是商業用地 那對嘛 你們回答我說現在已經停車場 又停車場用地 然後這裡再賣水果又什麼用地 我也搞不懂 那然後呢 既然你們做了停車場 也有收入也有回饋有沒有道理 所以說這把我們癱瘓 還有癱瘓委員的資料 通通遺漏掉 遺失掉 跟你們講要開個會 所以我希望批尾臨市長 有空我們到縣址 看看 將這個市場如何好好的有效規劃 是商業期更好 蓋個摩天大樓我都贊成 了解意思嗎 因為這一個市場 已經閒置在這裡30年了 對於這些攤販 都沒有做好安置的能力 還有你們將攤販的資料 幾乎都沒事了 你們有沒有攤販的資料 委員的資料 有沒有 這一個市場過去是由中立區公所 就是過去的中立市公所在管 因為他人的年代比較久遠 在民國七十六年的時候 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時候 這整個就攤塌下去 這個是在民國七十六年拆的 當時我擔任市民代表 整個攤塌掉 這一塊現在的水果攤的這個土地 本來是四元土地 沒有錯 當時的市長 當時的市長 由林萬夫 所以早的時候 編前 向林本元買來 買來將這個土地很漂亮 經過樹任 你也在你任列當過市長的時候 你也知道都閒置荒惠在那裡 包括市長擔任議員的期間 這個市場通通閒置在那裡 所以我希望在大有為的政府之下 能夠將這個第三的市場 能夠有所規劃 或者該做如何的使用 甚至於這一塊地 現在已經被你們倒賣掉 再講下去很難聽 真的很難聽 這個不是我們倒賣的 我沒有講你倒賣 中立區公所 當時是因為有這個公務人員 就是公務客的人員 他做那個在判斷錯誤的時候 對老百姓基本上 就是在經費上也虧欠 所以政府把它拍賣 當時的中立區公所 那是很早的事情 怎麼工地可以拿來拍賣呢 那你要拍賣 怎麼不整塊拿來賣呢 就賣這一小塊 這一筆一筆一小小筆的地號 這個再告訴你 最後的答案好不好 意圖收購這整塊土地 其實 那現在你要如何解決呢 你們就換它買回來 我來綜合回答一下 第三市場 它是在81年就變更為商業用地 那一部分是被拍賣 一部分是保留我們政府所有 那是財政局在管理 那現況有做停車場 也有做攤販 但是我們市政府 並沒有擁有整個基地的 全部的所有權 600多坪裡面 大概也有 大概100坪左右是私人所有 那沒關係 我們去現場看 就這塊商業用地 有無其他的開發方式 他以前叫第三市場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性質了 目前就是商業區 是市政府所擁有的商業區 那部分做停車場 部分私人租人 所以說市長 為什麼叫市場 當然這塊鼓勵很好 所以說我們當它變回商業區 變回商業區之後 你要更有效的 所以它現在已經不叫第三市場了 所以說你這些當初的由來 你們要曉得 這個是民國 這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 不是不是 這個市場早在日記時代就蓋了 由民間發起 大家募款新建起來的 現況已經不是了 現況沒有錯 經過改一直時代的變遷 一直演變到今天 變成了 變成把它變回商業用地 既然變回商業用地也好 這整塊的基地非常的漂亮 希望你們要去規劃 還有攤販你們要給我處理 不要我一直在這裡講了 攤販的問題要開個委員會 如果是私人的土地 那當然私人土地做攤販 那是一回事 那舊的那個攤販的租人關係 已經消失 這個在舊的中壢事工所 就已經確認了 那我們沒辦法再回頭說 30年前的攤販有租人關係 這沒辦法這樣討論 不過這塊地應該做好好的規劃利用 我們再去現場看 所以說啊 市長 你們 這個土地啊 連局長 你在市長任內 以前中壢市長的時候任內 你也就曉得了 是一塊方方正整的土地 這個一直閒置在那裡 跟第一市長現在要改建 第一市長已經新建完成 已經又要拆掉再改建 這個市場的命運到現在還這樣 我希望你們用一點心好不好 好 看合理的開發方式 我們先看以後研究 然後接著下來 市長 這些任內 大家都曉得 給桃園市民 佔便宜就是得正 給財團們佔便宜就是土地 這些連內 自從你上任之後 對我們桃園的社福 做得相當有成 也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 有這些育有津貼333的政策 還有癌症免費篩檢的部分 加上老年市民三節的進腦筋 假牙的補助前口跟半口 還有八公里的免費公車 桃園的市民卡 幾六十五歲以上免費乘車證 加上市民的免費公車 唯獨個人一直在這裡 呼籲我們政府當局 能夠重視這個富康巴士 及這個長照者使用的這個專車 尤其這個富康巴士 你們講給我回答的 都是比照計程車的費力 多少再說起 它是一個測出的車輛 針對的是我們市內 一些殘障的人士在使用 它不是計程車 它不是計程車 沒有一般的收費比例的比較 所以說很多的業者都跟我們反映 還有很多的使用者 我們希望富康巴士 不要有盈利的行為 能夠比照四期免費公車辦理 市長請問這個做得到嗎 富康巴士 目前六都都是有收費 那費率有二分之一 也有三分之一不等 那目前唯一沒收費的是 台中他們現在在嚴厲要收費 那主要是怕說免收費的話 目前使用將近一萬人 登記大概八千多人在使用 那假如說免收費量會擴大很多 那反而我們的車輛數量會不夠 市長 我跟你講這個富康巴士 我們曉得 你要針對這些善心人士 監證這富康巴士給我們的這些人 能夠說個是 他們監了大家有錢出錢 都是在做這些社福的工作 像很多監證 我在講阿市長 像很多監證富康巴士的業者 我舉個例子 有了監了富康巴士給我們 對於這些業者 你們在所有的行為上 都沒有 都是給他們 在商業的行為都給他們扣稅 因為你們都知道 他們是一個合法的廠商 合法的廠商 那麼這些業者的反應 尤其富康巴士承受者 每一個都是 那都是殘障人士 你知道嗎 中低收入人員 很艱苦 無敵賺錢 衛生 無法賜家 你接種之後看 我們這個免費市區工作有沒有 大家都接著去上班 再去探錢 就問題 這是社福 所以說 給我們的市民 佔的便宜 就是你的得證 在你的得證之下 我希望 陳如市長剛才講的 你能夠比照台中市 台中市要改成收費 正在研議 正在改成收費 其他各都都是有收費的 他是避免說 太 那個使用過度 那個 嚇到量不夠 我上任的時候是114輛 先到達160輛 因為我擴大募捐 希望到達180輛 那如果數量有夠的話 如果說我們 推出免付費方案 我們數量一定要夠 這樣才是對殘障的朋友 身障的朋友的照顧 我請社會局來研究 到達哪個數量可以免費 因為怎麼樣呢 我講的市長 這些都是特殊車輛 裡面也有特殊的配備 該使用的人 就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在使用 一般的常人 不會去使用這些負康方式 因為我們 我們有算過 假設採取免費方案的話 使用者會增加 所以我們車輛數字一定要夠 我上任的時候只有114輛 後來我擴大來募集 現在到達160 我請社會局來研議 到達什麼樣的數量 才可以推動免費政策 可以研究 所以說這些募集者 及堅證者 他們也是希望 政府能夠拿出破例來 跟他們的行為 他把這個車子堅給我們 我們用三分之一收費 我們的那個編列的預算 像105年是編了 1億3800萬 那106年 預估會編到1億4800萬 所以其實 我們政府還是有補貼 我們只收三分之一的費率 那這個是 數量跟這個 免費政策跟數量有關 我們數量到達多少 可以推動免費 我請社會局研究 好 那你們研究一下 再跟我說好不好 好 再研究一下 如果能夠降低 身臟朋友的負擔 我們盡量降低 請坐 那個有關於這個監視系統 監視系統的使用 我們 桃園市 天羅帝王 已經14多年 然後現在所使用的天羅帝王 都是委外民間租認公司 然後這個天羅帝王呢 早在民國90年開始 我們就到處都設立了很多 很多這個天羅帝王 尤其設立這個天羅帝王的意思啊 我們最主要是防小人 你知道嗎 還有打擊犯罪 這個為主要的功能 但是天羅帝王設了之後 很多 沒有人管 沒有人管 要了解意思嗎 像我們 我們 市政府現在花了很多的經費 到處都有天羅帝王 當然也解決得很好 也處理了很多有效的案件 績效相當的好 我不是反對 我反對 我是說對這個天羅帝王要如何管理 譬如像現在 我們的稅務局 稅務局 最近 也在使用了你們的天羅帝王 叫做車牌辨識器 有沒有 像這些 你們可以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我再幾個例子 像中立 中立區的捏定裡就好 我們政府去做了 這個監視系統 然後李呢 又用了回饋金 回饋金也在做這個監視系統 花了七百五十萬 那請問你們誰在管理 一座報告 那目前這個監視錄影系統 統一由警察局來建置 統一管理 所以說鄉親他們每碰到案件的時候 要去錄取 要去取資料的時候 到你辦公室也請不到 到了這個 派出所也找不到 所以說希望你們 將這些整個天羅帝王的案子 能夠好好的統合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只要我們警察局建置的到派出所一定可以掉躍的到 謝謝 請坐 那個社會局局長 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有一個案子在4月21號 有一個小朋友因為家暴的案子 在南市國小 這個學生的名字叫陳文綺 然後 不知道被誰帶走 被你們社工人員帶走 當然我叫他的家長去報警 叫人口失蹤 你們也不敢將人帶回來 當然我報了警之後 在5月1號 那個星期日 因為我們警察 將人帶回來 我請問你 教育局局長 像這個小朋友 4月21號到5月1號都沒有上課 算不算礦課 基本上來講 沒有上課的話 經過三天 已經要上校案通報 應該是缺課了 那是啊 所以一些家暴的問題案件 希望你們對於事情要去了解清楚 有沒有道理 媽媽小孩子都帶走 也不用去上課 爸爸阿公阿嬤來找小孩子找不到 問在哪裡都問不到 你去問問你們的蔡主任 那這樣子是在處理家暴的行為嗎 小朋友還小 讀國小二年級 帶走 問他到哪裡不知道 那家人急不急啊 我請問你現在這個學生在哪裡 這個個案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你回去了解 希望以後 你們處理家暴的問題 你們去了解一下 像現在很多個案 家暴問題外籍 十年拿到身分證了 結果找不到人了 現在也不回家 在哪裡問你們 你們說你們保護之下 那這樣子個案的時候 你怎麼辦呢 還有 在他們這個立新加護中心 你們去看看 不要再去傷害人家 第二次的傷害 天天打電話在那裡吵鬧 好不好 還有 有鄉親反應 在這個嘉湖中心裡面 你們那個跳蚤 跳蚤很多 小孩子 那些在裡面 安置的人員 通通掌心麻疹 你們四處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麻煩你們 市長 市長 謝謝 感謝你 剛剛對張議員 富康巴士 回答了非常詳細 但是在這裡 有一個觀念 市長報告一下 台中市他的富康巴士 他要重新檢討 沒有錯 但是他們因為 他們一年編了1億7千多萬 他們有240部的富康巴士 我們桃園才114量 在你的主張之下 已經增加到160量 所以預算從1億3千8百萬 增加到1億4千多萬 240部的富康巴士 1億7千多萬 完全免費 我們1億4千8百萬 的富康巴士 補助三分之一 當然還有共成 共成的話可能 他的費率會更下降 會著收 但是整個福利資源 我覺得應該是錯字 為什麼 因為整個福利資源 會被一些安養機構 所來任用 所來 那些主委都會去那邊延期 現在要訂 要訂富康巴士 最長的時間要等到一個禮拜 有時候還訂不到 所以說 針對富康巴士的部分 我希望說市長你這邊 能夠重新來做一個檢討 安置機構 他們本來就跟人家收錢 安置機構 他本地 本地他就是要付接接送 結果 現在整個富康巴士的資源 給安置機構 佔了大概三分之二強 安置機構在使用 那其他一些在家安養的殘障者 他訂不到車 所以說 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我非常的認同 也就是說如果數量增加以後 可以來沿泥 是不是免收車資 其實差不多多少 桃園一個最年輕的城市 桃園在你主政之下 我們是福利最好的一個城市 桃園在你的租情之下 你現在已經一次 滿意度第三 就只輸林佳龍 就輸在哪裡 就輸在富康巴士 因為他免費 所以說 一億七千萬跟一億四千八百萬 我們的人口 我們的殘像人士 跟他們一模一樣 結果他多花兩千萬 他是免費 我們花了一億四千八百萬 結果整個資源措置 讓一些安養機構來用 所以在這部分 我認為說市長 我請社會局檢討說 安養機構的使用的比例 跟個人使用比例 因為這個是全國都一樣的問題 那我請社會局來訂規範 現在台中他就把安養機構的部分 把他排除在外 我們來研究說 這第一個你要去研究 第二個 我覺得你應當炒免費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有免費公車 我們現在有八公里免費公車 但是那一些中度殘障以上 甚至於我們八萬多個殘障人士 他要坐車五百分之一 五百個人才有一部富康巴士 一部富康巴士 一台一天可以給我六爪而已 那個零有殘障手冊的 不代表都要坐富康巴士 中重度的才需要 對我們中重度也大概有兩到三萬人 兩萬出頭 所以也大敗三百個人才一部車 沒有沒有 中重度有使用到那個富康巴士 已經將近一萬人了 是到達50%的覆蓋率 我現在講的比例 我現在講的比例是 以兩三萬人 然後我們有160部車 來做一個比例 這個議題我不講太久 因為時間也不太夠 我請社會局做個通盤研議 這本來就應該去了解的地方 什麼數量可以到達免費 我們會研議好 好要研議 然後那些安養機構 安養機構的部分 該排除就要排除 我覺得 好我請他了解各都做法 以後再決定 不要讓在家安養的這些殘障人士 他叫不太多 我想政策上 政策上 在家安養的個人的優先 這個我完全贊成 我請社會局來拚規範 那也希望能夠朝這個目標來努力 局長好不好 是的 好那市長謝謝 那另外交易局長 那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520剛剛就說 因為我們來提早 520就是要讓蔡英文 蔡總統就職 讓我們的市長團隊 能夠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那整個內閣 現在在媒體上 但我個人不這樣認為 但在媒體上被基為 老人內閣 千歲內閣 根本就沒有世代交替 有一些蛋頭學者 你不是蛋頭學者 我講的是那個賀成蛋 叫蛋頭學者 他既然說 我們桃園的鐵路地下化 是沒有必要的 還好我們的市長 後來有來做一個聲明 那整個那個有一個亮點 那個亮點就是 53歲的我們的教育部長 潘文忠 潘文忠 因為他是我們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教育部長 也是有史以來為二 從小學的老師 幹起的一個教育部長 當然以你的資格 你也可以當教育部長 但是潘文忠 在當教育 台北市教育 新北市教育局長的時候 他的推動的特色學校 可以說推動的非常成功 而且他接受專刊 周刊 專訪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我非常感動 這句話我唸給你聽 在一個更好的教學環境裡 行政要盡最大的力量 協助第一線的教學人員 這就是最大的目標 也就是說 我們要協助第一線為目標 那要怎麼樣來協助第一線 那他在新北市的時候 從2001年到2005年 總共推了很多的特色學校 很多的學校由黑返紅 很多的學校從招生零 一直到10% 一直到20% 到目前有50% 那比較代表做的有幾所 你了解嗎 好像是金山高中也是其中之一 他創科學校 高中嘛 好 謝謝局長 所以我就說 潘文忠 他是從小學 從小學老師 一直幹到教育部長 那你是從大學校長往下幹 所以你會講到高中 那我現在講的是小學的部分 他有兩個很成功的案例 比如說巴黎的米昌國小 巴黎的米昌國小 他建立如玩夢工廠 還有多元遊戲 還有社團與玩具的啟發 讓學生透過遊戲 喜歡上課 能夠有一個成功的經驗 建立學生的自信心 以多元的智慧 團隊來合作 這就是巴黎的米昌國小 那另外一個學校 是石門區的一個河美國小 石門區的河美國小 一九門挖海邊 他透過海洋教育 然後浮潛攀岩等活動 也可以做酒孔養殖啊 還有石花菜的生態教學 所以說他們的學生 非常的有成就感 也有冒險的精神 這兩所學校 這兩所特色小學 做的都非常成功 而且在他18所特色學校 特色學校增加到38所 他也推展到全國一校一特色 在他教育部國教師長任內 這部分你都曉得嗎 是 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到南侃的大問題 我也知道你也曾經 你也曾經喔 去關心過南侃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以中正路 以南侃交流道往西 中正路 右手邊 大概有 南侃國小 那南侃國小 他非常的嚴重的超收 但是後來 我們在龜山 蓋了一所叫南美國小 那也分散了一些學生 那最近 我們又在要籌設一所叫五福國小 那五福國小 從講到現在 已經超過了 大概將近八年 那整個沒有動機 沒有一個前進的力量 那到最後 我們送到內政部 內政部又把它踢回來 說五福國小 希望能夠以四地重劃 來取代區段徵收 那在整個上南侃 也是一個非常擁擠 包括上南侃的南侃高中 南侃高中 是全國第一名 什麼叫全國第一名 南侃高中 總共 大概2.01公頃 然後他既然沒有操場 能夠有體育班 所以說這個學校 就非常的奇怪 也是全國最小的一所高中 那整個中正路的南邊 也就是光明國小跟景星國小 光明國小跟景星國小嚴重超收 光明國小整個學校腹地 兩萬多平方公尺 光明國小最高的時候到75班76班 目前有73班 景星國小2萬多平方公尺 目前遭收67班 那整個下南侃的學生 嚴重超收 你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做法 跟翼座說明 過去我們的努力 就是在周邊尋找一些學校 作為特色學校 那我們今年初步已經確認了 在大華國小 建置他是一個有自優班的特色學校 那目前我的了解 也是有一些招生方面 還比較順利 那今年預期學生會增加 那麼至於另外兩所頂設跟外設 我們也希望打造是有 山林跟藝術人文的學校 上個會期我就主談特色學校 那也謝謝你的努力 但整個特色學校到目前為止 只有大華國小 算有大概如果一百步來講 他進了大概十步 也就是做了百分之 校長崑亮非常的努力在做 但是整個特色學校 他不只校長要推 他整個師資 比如說台北市最近推了一個 和平實驗國小 他做得非常的成功 你可以比照台北市的和平實驗國小 下去做一個借進 特色國小 不是你講講就會變特色 特色國小 我們要從師資開始改造 環境改造資源投入 那你現在講的 大華國小 頂設國小 外設國小 大華國小 黃昆亮黃校長 非常努力在推 但是第一個 他的師資不夠 第二個 他的經費不足 第三個 你要給他特色也要給他一些設備 另外他要到大學校去招生的時候 受到一些大學校的校長的一些排擠 所以說在招生的時候 你也要給他無限的資源讓他來發揮 那以頂設國小來講 頂設國小的校長 外設國小的校長 他們大概輪掉時間已到 所以說 我不是說大縣已到 我說輪掉時間已到 所以他們無心在推特色國小 因為他覺得說 他馬上要調離到別的學校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教育局這邊如果不投入師資 教育局這邊如果不納入考核 教育局這邊如果不投入一些基礎建設 比如說 英語資優班 或是我們的勤進教室 或是我們一些很好的一些設備 那根本就沒有辦法吸引校長或是老師 來共同為你來推特色學校 跟譯作說明 今年我們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讓那個英語村的外施 能夠在教學上會更有效率 所以我們也會 好 那你剛剛說的三所學校 哪一所學校會有英語村的外施 英語村外施 本來我們是首先規劃在頂設 可是看頂設是比較消極的 所以可能就 你也知道頂設比較消極嘛 是 對啊 那你也知道 我就我欣賞你就 你都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但是因為你溫紋如雅 你又沒有去解決問題 那你在教育界也受到很好的風評 但是我希望說從今天開始 局長你要硬起來 特色學校一定要下去推 你要短期內要以特色學校來分散 這一些超收學生總量管制的學校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這些學校比較消極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要比較用行政的力量來指導他們的來轉型成實驗小學 希望局長你能夠用行政的力量 也能夠用我們預算的資源來挹注這幾所學校 然後讓他們好好來做一個宣傳 讓他們好好來辦一個特色學校 好不好 好 另外你知道光明國小 光明國小 因為在我們市長的努力之下 終於把那個操場 來做700多萬的預算 整個已經把它改善完成 整個重新鋪了 但是聽說 他整個跑道 非常的曲曲坎坷 在昨天運動會 昨天運動會 很多學生跌倒 前天運動會很多學生跌倒 那在這部分你能夠了解嗎 光明國小的跑道 基本上他旁邊有 已經驗收了嗎 目前有沒有驗收 我要進一步來查 那旁邊是有樹根有侵入到跑道的 那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感謝你 因為你增加了兩三百萬的經費 總共七百多萬 那結根牆的部分也都做了 樹也都移了 那些樹齁 移了二十幾顆 只有一顆 到現在跟我一樣沒有長頭髮 其他都長了 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一部分也感謝你 那整個光明國小 他兩百多平方公尺 他的學生 我們教育部的規定 每個學生要有十二平方米的 活動空間 但是光明國小他的學生 大概只有八平方米的活動空間 所以光明國小的學生 非常痛苦 他常常運動 低年級不敢到操場運動 因為怕高年級的擠壓 然後跌倒 那常常有救護車進到學校去 剛剛講的七點八也好 剛剛講的八點零也好 這些數字在家長的心裡面 都是小朋友的關懷 這數字聽起來不是冷冰冰的一個數字 所以說光明國小 雖然今年的學生人數 可能會少收了一二十個 那是因為有一些會轉任到大法國小去 那我也希望說 針對光明國小 校地不足的部分 我們請市長 請聽 光明國小 在那邊有一個南侃新市政 也是我們航空城捷運綠線 的一個都市計畫 這個都市計畫 在你任內 完全還沒有開始推動 他是在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有公展過 一百零二年就是這個島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他有做一個公展 那在一百零一年跟一百零二年 最大的改變在哪裡 他多了四十公頃的產業專區 那把學校 把文三小 劃到一個便電所的旁邊去 那我希望說 請聽聽 這個是我們上任前的那個規劃草案 蛤 這個是新的市政府上任前的規劃草案 我知道我知道 那這個還可以改啊 我剛剛講得很清楚嘛 你上任以後 對整個南侃新市政 就是我們所謂的 航空城捷運的都市計畫 都沒有任何一個推動 不是 我說明一下 綠線剛剛定案 綜合規劃 綠線定案後 才能送這個都市計畫 這第一點要跟議員說明的 瞭解 第二點他還要修訂 第三 內政部 目前還反對我們送 因為他說你們其他的都市計畫 新增的都還沒審完 都塞車了 所以新的都市計畫 他不讓我們送 不是我們不送 所以我現在講 你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 南侃新市政 整個捷運綠線的航空城計畫 G12 有可能停擺 12、13、14喔 對 我們不會停擺 我們會跟內政部溝通 是他們 態度比較反對 好 那市長 我的要求很簡單 我的要求 你在還沒送之前 應該納入地方的意見 譬如說 我希望能夠把產業 改為一個文教區公共設施用地 我們能夠有一個完善的公共設施 我希望說能夠把高中 跟我們光明國小分校 能夠把它納入到產業專區 整個產業專區是畫在 整個稠密度很高 住宅區的隔壁 所以說 會後 是不是說 我們針對 整個 南侃新市政 機場 航空城捷運 的都市計畫 我們來做一個檢討 好 這個都市計畫 是 新增的 目前還可以修訂 那我認為要預留文教用地 以前南侃的 上南侃 那個南侃國小 那麼擁擠 南侃國中那麼擁擠 下南侃的光明國小 景星國小這麼擁擠 這個現象一定要避免 所以這個都市計畫 預留的文教用地 仍然需要合理的位置 那不適合放在太偏僻 要放到那個南竹路 中正北路周邊 比較方便 那包括剛剛講的五福國小的 區段徵收也好 市地存化也好 我們跟內政部溝通完畢以後 我們會採取一個恰當的方式 好 謝謝市長 我們希望能夠規劃為公共設施用地 能夠將綠帶公園 藝文用地 學校用地都納入 這個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文教力能的示範專區 對 跟你的施政目標也能夠一樣 好不好 好 那希望這個計畫 會後我們找時間 能夠來重新檢討一下 包括都發局 包括教育局 我們檢討完畢以後才會送 因為這個計畫等 就是說要檢討的時候 要納入地方的意見 那我今天民意代表 我就是提供意見 那希望會後能夠 找我們好好來商量一下 好不好 好 那這就是那天 這就是那天 光明國小你看 鞋子摺到鞋子 一啊 屁股坐下去都會撞到 那麼的擁擠 然後那天的學生 局長 順便 是不是拜託你 能夠下令給各學校 運動會的時候 話不要講太多 表揚不要太多 那天有學生兩三個暈倒 結果在那邊做什麼 日空表揚 然後一一點 降一一點 在那邊講了一個多小時 他們是在私運台 學生是在那邊 那天溫度超過二十八度 將近三十一度 你是不是跟學校講 如果運動會的時候 能夠把儀式縮短 學生要多算一些 讓學生不要站在那邊 閉幕 開幕站兩個小時 閉幕站一個小時 就站掉三個小時了 局長 是不是一起努力一下 好 我們會來通知各個學校 好 謝謝局長 謝謝議長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輪到的是 林正峰林議員 時間四十分鐘 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議長 政事長各個是主管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美女朋友大家 好 首先我來針對 有關美豬的問題 來請教我們各級數的一個主管 我隨時請教我們農會局局長 台灣人現在是養豬大縣 對不對 第一次不少 美豬性格會不會影響我們台灣 台灣人市農民的潛力 一定會 一定會 會吧 你是贊成美豬進口還是反對美豬進口 以你個人立場 不要光是立場 個人立場是反對 好 那你請坐 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 美豬進口以後你的簡易工作會增加對不對 簡易工作啊 是 因為這樣很多嘛 那你的臉怎麼來呢 我們有那個食安大隊 雞察大隊 我們有準備好 過用嗎 我們會配合後市長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好 美豬進口對我們人體的健康 會不會影響 美國豬肉 跟一座報告 因為台灣的豬肉是沒有使用瘦肉精的飼料 對 所以那個相對上是比較強勢的 是比較優勢的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健康嘛 瘦肉精會影響身體健康 那你個人立場是 上場是反對人家進口 個人立場比較有官方立場 個人立場 官方立場你不敢講 一座我是覺得那個 因為台灣的豬肉沒有瘦肉精 所以相對上在市場是比較有優勢的 那如果能夠做好配套措施 那個 你不要解釋些些啦 這個我沒有 你絕對做不好的啦 不過你贊成他進口 反對他進口而已 我是建議說那個在等風險評估之後 已經幾年沒有評估過嗎 以前反對以前不可以現在可以嗎 以前如果沒有做好配套措施 進來可能會傷害到榮民 那請從教育局局長 如果我們學校的影響武傷 全部有瘦肉精 對學生的健康好不好 如果有瘦肉精的話 對學生的健康是不好的 所以你個人立場 你是贊成美豬進口還是反對 我不贊成 好你請坐 謝謝 我要請教我們各位主管 以你們個人立場 你們是支持了美豬進口 還是要關心我們百姓的健康比較重要 我說一個調查 如果贊成美豬進口的 請站起來 贊成的請站起來 謝謝你們關心我們市民的健康 我問我們鄭市長 如果問一下主管 你知道你是支持美豬進口 還是為我們市民健康 站在反對立場 一直反對美豬進口 這個問題我很早 我沒當市長以前就反對 反對嗎 現在還是反對嗎 對啊 好來請坐 感謝我們市長所有團隊 鼓勵到我們市民健康 反對美豬進口 我希望你們口腔一致 不管520以前 520以後 都會一致吧 沒問題 謝謝各位 接著我請教我們鄭市長 我今天主請 有幾個主題 我們歸山的 創稅第一建設掛零 補助最少回水最多 所以我今天會提出十大訴求 第一個 請市府接管零股特定期 第二個 請加速辦理山坡地的畫出 第三個 請延伸公車 大公里免費到龜山 第四個 請市長兌現 對龜山的交通建設 第五個 請積極密地興建停車場 第六 請加速中間捷運的一個中央規劃 第七 請增加地方活動及學校運動的輔助會 第八 加速南海溪的整治及舊路溪的整治 第九 反對回水直接送到龜山污水廠 第十 反對虎頭山貨水溪變更為第五種保護區 這我今天只請你一個主題 希望我們團隊來配合 會 Eric先生你請坐 首先我們請教我們主題éeszuk層 Extremadura 上次開位的時候我問過 Rück三 龜山104年補助 103年補助是700萬沒有錯 十年龜山的重大商品補助會 是700萬 103年應該不止 五千七百萬嘛 五千是貴山鄉的錢嘛 我已經講過了嘛 那是七百萬而已嘛 沒有錯嘛 那請坐 請問我們公務局長 公局長 104、105 歸山的重大建設有多少錢 兩年 104跟105年 今年的預算 那個陸屏 陸屏那不用講 陸屏那維修不用講嘛 重大建設 新畢道路橋樑工程 這兩年有嗎 有沒有就好了 目前還在規劃中 沒有嘛 沒有成案嘛 規劃沒有成案 我知道 那請坐 請問公局長 公局長 這兩年 市長上任以來 有沒有就好了 不用解釋 沒有啦 講沒有就好了嘛 龜山捷運中線是在我們任內核定的 那個我知道 那我知道 萬壽陸橋也在我們任內採取的 對 我是說 我們要問不用這樣問 單單龜山的學校補助了八億 我說交通建設 兩年就補助 其實不需要讓大家產生這種誤會 市長解釋不能解釋啊 尊重議員花人錢嘛 對不對 局長有沒有啦 基本上我們的交通建設呢 都是按照實際的需要 軌道建設當然也是交通建設 停車場的需求 我們會增加它的需要 等一下跟你談 這兩年沒有嘛 請坐 請問學府機長 這兩年龜山現在有核酸整治嗎 我們在南港西有持續在做自行車道的串聯 做什麼 自行車道的串聯 整治車道不是整 整車道是光虛險的 那不是你的業務嘛 我想整治有沒有 你說有沒有就好 整治的話就是我們有在戶外上做一些加強 沒有啦 請坐下 市長 我想請你答覆啦 我不是說 你這裡有 我只要有 中大交通建設 學校教育建設那是旗頭是前期都有的嘛 你不用緊張沒關係 我只要交通建設跟特別建設 這兩年來龜山都還沒做 那個議員 你可以建議說哪一個項目 我們龜山捷運中線定案是非常重要的 那機場線通車也是經過龜山 其實坦白講 這個對於龜山的發展影響很大 機場捷運那現在還沒通車 那不是我們認定的事情嗎 沒有 通車後我們包括像A8站要設轉運中心 這個也是中大交通建設 A8在龜山嘛 我講龜山的問題嘛 A8在龜山 A8 那是以前設定好的一個路線啊 沒有 轉運站是我們去年決定的政策 好啦 轉運站是還在規劃中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龜山 龜山創設是全國第一 這一點我贊成 龜山要好好建設 龜山創設第一 污染最嚴重 港青的污染 發電青的污染 替打相接 營養生活品質最多 但是目前建設是前市最少的 我有數據你不用解釋啦 當然說交通建設就好了啦 我們公務局就好了啦 交通局就好了 在中立市今年六四五億 鼓桑沒有一億也沒有啊 數據可以可以說話的嘛 所以說我希望 我們市政府好好關心龜山啦 我們不說你沒有做 交易你不能不做啦 但我要的交通建設啊 地方要緩衝交通建設第一嘛 好 那個兩位機長請坐 請問我們市長喔 林口特定期很多議員都在講 說十多年一直沒有改變 你認為什麼時候可以把那個 我上次講過我們要去接 做第四次通盤檢討 那我們希望第四次通盤檢討的時候 能夠移轉 那營建署傾向於檢討完畢後再移轉 所以說我們兩個市的同意來接管 兩邊都同意了 有同意了嗎 新北市跟桃園的立場一致都要求接管 但是現在內政部營建署還沒有同意 我們要你開個會做一個協商 我們同意 重點不是我們兩邊 我們兩邊一場一致 新北跟桃園立場一致 希望接管 可以接管嗎 我們都發局是傾向於要接管 但是目前那營建署在辦理 林口都市計畫的第四次通盤檢討 他要第四通檢討完才要移轉 目前還沒有 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管理嘛 沒有他們的事情嘛 我們三波利怎麼利用怎麼使用 我們可以定條例嘛對不對 三波利保育條例是中央的立法 本來 這邊 移轉後我們來詳細討論 因為目前還是營建署在主控 那三波利的畫出你們在做了沒有 而這部 實地去 讓他規劃坡度繼續畫出耶 那個龜山區公所報了案子 那不過這審查是在農委會的 市場審查一遍又拖個半年對不對 那現在應該沒有審查資格嘛 那個只是規劃而已 審查要經過我們的水務局 送水保局 我要說龜山接案以後 就我們 導演市政府來審查好不好 可以 不然兩次審查時間浪費很多啊 其實我們不會浪費時間 主要是水保局的問題 要水保局同意 今天回來 對啊 6萬起跳 6萬送去三個月薪水 一號家庭一年中六萬塊 開價六萬一開 這個海報嘛 眼見破例 建設桃園明珠新龜山 龜山是桃園的新明珠 是事實沒有錯啦 會不會來說是進步的 會不會來說是進步的 那第四條裡面說 你任內要解決歸山的進行先見問題 還在你努力中 第五條